來到泳塘都要做紀錄 哎呀 背光好像暗了一點 排隊去拍照是多麼映 因為這條圖 這樣就要拍什麼 但這兩位小姐非常感受 非常感受他們排隊 完全理會其他人的感受 值得放上網鼓勵一下 你看看他們 繼續在研究那些照片 他們拍得好不好 不管有多少人在排隊 他們很有性格 好 我們放在網上記錄一下 他們最有空的站出來 都要超過五分鐘以上 大家已經有點不慣了 他們想玩到什麼時候呢 天荒地老 叫什麼啊 這裡 這就是西區泳塘嗎 不是叫西區泳塘嗎 好了 我們現在回到溢哥來這裡 救命啊 你 可以在那裡拍了一張 留下那個 哇 那隻白 那隻白殼真的很棒 在這個欄子拍得挺漂亮的 這個欄子拍回到泳塘 不過那個麵會很暗 那個取光紋就是這裡 這裡啦 哎呀 我們繞回那邊 應該是有 這個位置拍久了 這個位置拍久了 這個位置拍久了幾漂亮的 哇 這兩位小子 真的玩了半個小時 都不用得走 好啊 起碼我拍了那麼久 他們都還在外面玩 後邊那個蛋撻頭哥哥 真的很耐性 你給我已經開始拖了 那不就好啊 這些 功德心的東西是天生的 咦 不是啊 功德心是後天學校都教的 回到域多里道 今天的短游西區完成了 來 報道一下 我們從貝沙灣出發 經大口環 也就是碧河灣 那就跟著去到芝加哥學院的炮台 觀難亭就沒有下去了 那就來了泳鵬這裡 我說完那麼多東西 他們繼續在這裡玩 你看一下他們 真是大件事 這些真是完全是厲害 排隊排到我啊 你吹醬嗎 你吹得惡醬啊 大咩大咩大咩 啊 講完了 來上泳鵬 那我們這個 西區行程完 剛剛開了那一輛就是一號巴士 所以來得到這裡 左手邊就是芝加哥大學有炮台的 那一號巴士很有趣 在這裡又回頭 那前面就有一個站 這輛一號巴士 這裡呢 哇 很美的 叫日樂觀蘭亭 但是他沒有寫走多少米那裡不是多好啊 條路弄得很美 我們現在還考慮著下不下 日樂觀蘭亭 有人走了就留言告訴我 好不好玩呢 靚不靚呢 不過應該這個位置西區 看日樂是否可以頂的 要下到很低 道道不走 只是走這裡好一點 下次吧 下次 下次日樂觀蘭亭 還有58號捐離地城的六邊小巴 芝加哥大學進發 彩蛋喉家 這段小小的路 就是翻上玉多里道的了 有兩條路 對面有一條樓梯的 這條是容易一些的 由西區上來呢 是先到這個入口 但我們因為是由芝加哥學院出來呢 就會是剛才那個入口 所以下到這裡記住 有個分岔樓梯口的 認住這間 街燈 見到這間街燈就是落泳棚的了 嘩 喘氣了 上這條樓梯 說了這個 泳棚 性格比不是太入來 撐條那麼辛苦的樓梯 得到的回報 不是太過reasonable 哈哈 不過它有歷史意義 就是真的 彩蛋完 巴士站 這條樓 這條下去就是 西營盤 骨地街 觀龍樓 觀龍樓 方向 彩蛋第二號 十號巴士 就是由這個 可以回到北角的了 這個巴士站 都很傳統的 以前就不是寫著新巴的了 以前寫著 中華巴士 招商貨倉 這裡後面已經發生了一個很動人的故事 葉繼歡就在這裏 哎呀 吹了頭髮 說起葉繼歡也糟糕了 葉繼歡就在這裏 被人趴低 所以坐牢了 第二彩蛋完 坐牢。 走開 她 怎麼一會 走開 走開